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 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 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 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 二战结束六十年后 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前面 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 这些国家已率先走过这段历史 つまり日本が近代化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近代化ということは決して西ヨーロッパだけのことではなくて 普遍的内容これを持っていると こういうことにもなりますね 一个国家的崛起 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也就是实现现代化 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尤其是大国 大国崛起以后 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1494年 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 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 当时的两个海上强国 葡萄牙和西班牙 就用一纸契约 像切西瓜一样 把地球一分两半 从那以后 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 总是殖民地的扩张 划分和掠度 这个世界 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 对比鲜明 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 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豐富的资源 但那里的人们 却过着贫困的生活 早期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夺 是惊人的 虽然大国也给殖民地 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 但当地人 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他们不仅失去了 自己的经济资源 也失去了国家的政治尊严 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大国称霸的故事 虽然丰富有此 却从来都缺少 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现象 因为它造成的麻烦 总比解决的问题 要多得多 它固然拥有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重要 同时也面临着 如何保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怎么维持一个打国的过程 是相当不同的 相当接苦的 那么怎么维持这个打国 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第一个力量是 它是在我们最好的关系 但真的 大家 它是在你的最好的关系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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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just keep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hings will be pretty good." All great powers seek to create a world order that's in their interests, so they always, so to speak, contribute to world order. Indeed, it's the rising powers who try to upset the situation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displace the old, the old powers.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帝国之国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帝 德国的兴衰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欧洲列强在几个世纪中以各种方式阻止德意志土地 令这片欧洲中国的土地饱受分裂的屈辱 1871年,奋发图强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终于统一 当这个新兴的大国遵循欧洲大国军事原则的时候 它在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 但是,当他试图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发动战车后 则一败土地 历史的教训是 一意成熊的作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 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 历史的教训还在于 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 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就会有关的 《西兴丁》 《西兵丁》 《巴马尔斯》 《西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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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丁》 《西兵丁》 《大家都黑千鳳》 《德国的英国》 学者们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 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 它要么拷问世界 要么拷打世界 当它用思想来拷问世界时 它是伟大的 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 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70年的一天 德国人开始拷问世界了 这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镜头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伯兰特 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 世界舆论评价说 跪下去的是伯兰特的双腿 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这一跪一战之间 人们走到了真理的门槛前 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 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 大国的兴衰交替 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 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 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 然后转入衰退 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 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 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 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 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二十世纪 见证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衰落 日不落帝国的昔日风光 已经不在 但是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 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 在世界舞台上绝非是可有可不的一种 五百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打 无论是曾经的帝国 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 都必须更加理智地 在二十一世纪寻找新的大国者 就这么大闹 吃饭了 onton! 感谢观看